哈囉大家好,我是龐德 2017年直播年,幾乎每天都要直播 昨天是每周二晚上9點固定的直播 很多朋友也很支持 昨天最高峰大概在450多人 然後跟300之間來來回回的 那我昨天有預告說 今天會跟各位來介紹一下 現在開的這一個1910M3 哈囉,A生黃,洪文綺,秋雨潔 哈囉,大家好,陳凱誠,陳嘉慶 大家好,吳安,大家可能快要吃飯了 所以我剛才講,應該十二點之後再開始 還是現在開始 十二點之後大家可能要吃飯 那現在的話呢,又在上班中 我想想還是現在好了,不要打倒大家吃飯的時間 OK,大家好,陳嘉祥,陳凱誠,陳建南 OK,破天甲 好,那我現在開始 現在大概一百七十多人 希望能夠再衝多一點 我知道大家都在上班很辛苦 OK,好 OK,林明昌 好,就是 我昨天有去試那個街道版F1車 那個BAC,大家有看到嗎 那看這個BAC呢 其實那個車子呢 是在北投大都路那邊 那大家知道呢 龐德去年年初的時候 不是買了一台530嗎 那個530呢 其實是跟陳德路七段那個精湛汽車買的 大家有看影片應該都知道 那買530在那個金站 然後我會把它拍成一個影片 甚至有跟大家講說怎麼看中古車 所以大家那個車好像應該是有印象的 那昨天因為去那個看BAC 在大都路口 所以回去的時候呢 我就去一趟這個金站跟老闆打打招呼什麼的 結果去的時候呢 唉唷,就看到這一台 1910N3 我講欸,你昨天又有N3啊 然後呢是四門的 那我就覺得欸,蠻好奇的 那老闆說 對呀,對呀 他說龐德哥 你這個週末才開你那個雙門的M3去跑大棚玩嘛 我們就聊了一會 那其實呢 我看到這個90N3呢 其實我也蠻有感覺的 怎麼說呢 其實當時我轉正鏡頭 大家邊看車邊聽我講好了 其實呢 當時龐德在找M3的時候呢 其實我心裡 本來第一個選項就是這個1910 因為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個1910N3呢 跟龐德的E60M5 其實有點像 我這樣轉側一點點 就因為它是四門車 基本上呢 它是比較像轎車的樣子 OK 跟我那E60M5一樣 四門轎車 但是呢 因為呢 它是M版的 所以你看 車頭是隆級的 這位女兒說這個是蛋頭龍啊 車頭那個引擎蓋 有個鼓起來 因為V8引擎 它那個機械箱很高 所以是鼓起來的 然後呢 包括呢 這個左右的葉子板 你看 右側 左側 左右側的葉子板呢 其實是比一般的 非M的 就一般的1910或192呢 它來得更外張 更外張 往外張 這個就是類似我們講說寬體的概念 比較外張 那當然 車尾的部分也是一樣 大家看車屁股 哇 有點風聲喔 不好意思 你看 它車屁股呢 也就是後葉子板 其實也是外張的 包括的導感 也是配合這個 所謂的寬體 外張的這個後葉子板 那當然啦 這個葉子板 其實 很多人也知道 就是 車子的前葉子板 是可以更換的 可以透過樹形式更換 後葉子板的話呢 就不能夠透過 必須要點焊 所以一般只要後葉子板呢 如果說更換 這個車就沒有價值了 因為 你飛原廠的 就是 不是原來生產線 後來又經過點焊 那個防鏽處理一定很不好 所以你看這樣的一個N3 然後是四門的 然後看起來 肥肥胖胖圓圓的 這跟N5的感覺很像 我想應該是 那當時呢 當時我本來實際第一選項是想買四門的 然後呢我看一些美國的網站 甚至還講到說 但這部分我覺得還有帶上去 有一些老美甚至講到說 他說呢這個四門的 1910M3 的一些流體動力的造型 會比雙門的192M3 不過我講的 這是一些老外講的 比192M3的呢 來的更好 那後來反正就 大家知道過程很多人也有參與 可是音錯陽差後來就是 買了這個雙門版 所以昨天一到今天看到 四門的耶 到底四門版跟雙門版 看起來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理論上來講 理論上來講呢 這個四門版的車身比較高 然後呢 他當然也沒有這個 碳纖車頂 天津重量的 開起來Handle 照理說應該是比雙門版 其實雙門只有這個 高雲版 高雲版 所以我想說 應該要試試看 然後跟老闆講 老闆 我出去兜一圈吧 結果老闆大家知道 因為他好朋友啦 他也希望我幫他宣傳宣傳吧 所以呢他就說 不要客氣啦 你就開走啦 就開去啦 他就叫我直接開走啦 他直接開走 那剛好呢今天下午 我要去錄地球黃金線 要跟 當然不是介紹車子 只要講說 過年前車子的一些 檢查的一些美嘎嘎 那乾脆就用這台車開去 所以如果 我不知道是什麼的過 那這一季地球黃金線呢 我待會就會下午錄影 我就用這台M3呢 去做這個 所謂的什麼 古遊山水啊 一些這個 故障排出的一些demo 大家會看到這個 這台車 好 那講到這裡呢 我看該很多人在講 第一個 很多人說我沒睡好 很多人說我看我臉色很憔悴 真的嗎 真的嗎 哈哈哈 可能是因為現在直播 看的人數不到400人 讓我有點傷心 看能不能衝500好不好 等一下笑容馬上就 笑起來啦 哈哈哈 好 那有人也很感興趣齁 對我知道風很大 抱歉齁 因為其實 我今天早上來去桃園 去拿了一些這個下午錄影的東西 但是呢 因為桃園風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沒有辦法在那邊直播 我還特地先要回到台北之後呢 再來做直播 那這邊呢 我現在在河濱公園 還是有點風 我盡量把麥克風遮住 好不好 不好意思齁 大家忍耐一下 好 有時候我今天沒速度 當然我現在還沒開始settle啦 還沒開始settle 只是 就是 早上起來 然後隨便弄一下 因為下午 要錄黃金線 晚上要錄民視 那去他們都會幫我settle 好不好 沒關係啦 大家粉絲朋友都是我們自己人嘛 龐德沒有化妝沒有關係吧 不要介意好不好 不要介意啦 好 那我現在要講說 當然這一台M3 我剛才前面講 就是我感興趣要開來了 但是呢 這個車 車況到底好不好呢 我想就趁現在這個機會 趁現在這個機會 我來跟各位一起來看這一台車 用一般我general的 看中古車的一些美鋼 大家說好不好 跟我走一遍 就是這個不是說看M3 你要這樣看 就是說 你一般中古車 你要怎麼看 至少龐德認為看車的方法 我們來走一遍 看這台車 車況好不好 那剛才有人講了 如果龐德檢查過這個車 車況不錯的話 開車可能就很好賣 哈哈哈哈 這個是老闆的用意 OK 沒關係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龐德常講過 這個看中古車最重是什麼 最重是呢 一定車子不能有撞擊 不能有撞擊 尤其像這種M car 你只要撞擊過 再維修過 那個底盤的精準度 差一點點 在激烈抄駕像 就會差很多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不轉正鏡頭 我們現在剛開始講而已 所以晚進來通 也沒關係 我們第一個先在外觀上 先看一下這台車的線條 好 來 這個葉子板跟引擎蓋的線條 OK 前門跟前葉子板 前門跟後門 好 這線條 看有沒有很大的差異 看有沒有很大的差異 當然會有點公差 不過不能有太大的差異 尤其是呢 如果說 比如說 上寬下載 OK 下寬上載 那樣子也是不行的 表示門應該調過 好 那你今天呢 如果說 看了線條 你有點懷疑的話呢 把門打開來 旁邊最喜歡把人家打開來看板件 大家都知道 好 打開來看 像這個鞋鏈的部分 如果說呢 是事後調整過的話 調整過的話呢 這個螺絲的漆一定會掉 你一定會看到 有些地方是沒有噴到漆的 那像這部車的話 看這個鞋鏈 OK 看起來是沒有調整過的 你看他左側這邊 直接焊在車台上 就不能動 那鎖車門的位置 有可能 有時候因為時間久 車門如果有點往下鬆動 或者說有撞過 調過 這地方就有痕跡 這事後如果再噴的話 會變得很新 那也會很假 這看起來沒有 OK 好一樣 我們線條走一遍 包括呢 後保桿 前保桿 跟這個輪潮 這地方線條 是不是順暢的 如果保桿往前 表示怎麼樣 表示前面有往前撞過 如果太後面 那也是有問題的 OK 好 然後我們再看整個車側 車側的線條 我現在這線條不是指說門縫的線條 是指整個 像這個車側線 門把這車側線 看整個是不是順的 好 再來看到引擎蓋 不是引擎蓋 行李箱蓋 來 門縫線條 OK 好 準不準 好 準的話打開喬一喬 打開看哪裡 來 看這個後葉子板 我剛才講過 這是不能更換的 尤其後葉子板 但前葉子板更換 表示有撞過 但前葉子板基本上 就可以更換的 但後葉子板一換就完蛋了 你看這直接焊在板件上的 你要看這個膠 有沒有新舊明顯差異 或不自然的地方 像這部車 右邊看沒有 左邊呢 OK 左邊也沒有 好 這個行李箱 好 它這個車還有 椅子可以往前倒的 在這邊拉 好 這底板的話 哇 我們現在沒辦法拆 因為這需要一些工具 OK 但是以這個 以這個外部來看 我看裡面有撞擊過的機率 應該非常非常低 好 這一台尾巴 我認為是過關的 好 再來我們看到左側 一樣 保險桿 好 跟後葉的線條 好 每個車門 好 腳鏈 看有沒有調整過的痕跡 OK 好 一樣 好 門縫 再看一次 腳鏈 尤其駕駛座 不要容易有問題 好 螺絲 都檢查過 好 看到這裡呢 我們要開引擎蓋 OK OK 好 再大概掃一下 這部車目前在板件上 我認為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好 引擎蓋打開來 一般的撞擊呢 以車頭最多 所以引擎蓋一定要仔細看 好 引擎蓋打開來之後 要注意喔 很多車的這兩個撐桿啊 沒力啊 會砸到頭 要小心一下有風 好 好 當然先看後方 支撐引擎蓋這個腳鏈 一樣 跟蓋門一樣 看這螺絲有沒有鎖過的痕跡 或是說呢 沒有掉雞蛋漆 特別新啦 那可能鎖過之後再噴漆的 這看起來都沒有 好 另外一邊 好 另外一邊 看起來都很漂亮 好 有人說要看上面貼紙 其實看貼紙 也可以說準 也可以說不準 因為呢 貼紙這個東西呢 因為這個 國內你只要車子 從國外的外匯車進口 就國外的中古車進口的時候呢 一定會貼那一個 那個叫雷射標籤 雷射標籤 那些標籤呢 就是跟你的車身碼是一樣 包括引擎上 在搖壁式蓋會貼一張 包括一些主要板件會貼一張 但是呢 只是表示說這台車 進口之後貼一次 那如果說車子呢 進來之後 有一手兩手三手 台灣有沒有撞過 那個當然就有參考價值 如果說欸 居然少貼紙 那時候有撞過嗎 但是如果說你看這貼紙都在的話 表示說從進口之後 到現在 它那個貼紙沒有換過 表示板件沒有換過了 好我們繼續看 我轉正鏡頭 一直沒轉過去再一次 好 好我們剛才看引擎蓋沒有問題 你只要看到 後方螺絲沒有動過 表示引擎蓋沒換過 那有沒有板過呢 一樣 你看它的周邊 周邊這一些打膠的部分 有沒有不自然 或特別新 或者說呢 上面這些貼紙 沒有貼或者撕掉過 你看像這個貼紙嘛 就它進口的時候貼的 到現在呢 還在 所以引擎蓋是沒有換過 而且我看起來 應該非常圓 完全沒有板過的 非常好 好再來我們看它的 左葉子板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你就看螺絲嘛 你就看螺絲嘛 好這螺絲一樣 你看沒有調整過 而且呢 你中古車應該有正常使用痕跡 你看這個水痕 水痕 看起來就是歲月的累積 很自然生成的 沒有特別新特別舊 你看裡面的 裡面那些水痕有沒有 看起來都很自然 就是歲月累積的 很自然 都沒有動過 OK 右邊 右邊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然後這邊是車身號碼 車身號碼 OK OK 好那看到這裡呢 其實水箱架 我想一定是沒問題的啦 看起來這個水箱架 其實是內部鋁齁 外頭包了一層 包了一層這個 這個塑膠齁 這可以更換沒有錯 但我看起來這一台車 應該是沒有換過的齁 你看引擎蓋 葉子板都沒有換過 其實水箱架有換過的可能性很低啦 好那再來呢 就是看裡頭的大梁 很多人在講引擎 我待會繼續講 不要急 好這個大梁呢 我這樣拍 可能沒有辦法拍得很清楚啦 好這個就是 引擎室裡頭左右側 各一個大梁 這邊我左邊沒有辦法拍進去 這邊看不到 集氣箱太大了 好看不到 但是呢 看到這裡了 但有地方我沒有辦法拍到 但是我幾乎可以 應該可以確定說 這台車的板件 以我昨天開到現在 和我們現在這樣仔細的檢查 我認為這台車的板件是 沒有任何瑕疵的 我認為是沒有任何瑕疵的 板件的部分沒有任何瑕疵 OK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開M3 基本上就是要 哈哈要熱血嘛 它的機械部分怎麼樣 好那剛才已經有一些 這個粉絲朋友已經有提到 有看到漏油 那基本上我也必須公正的講啦 怎麼公正的講呢 就是說 大家知道我旁的常開BMW嘛 那這個BMW車呢 其實相對來講啦 相對來講 其實蠻會漏油的 蠻會漏油的 他說是我是要代言人 我不是要代言人啦 不是啦 我只是自己這個這段時間 比較愛開BMW而已啦 BMW車其實包括方向機 方向機油管 搖壁試蓋電片 甚至變速箱的這個輸入軸程 引擎的曲軸輸出的那個軸程油風 都很容易漏油 所以呢 BMW的車子 其實到了這樣八年九年的車 你看到有漏油 我認為很正常 如果很乾淨 我反而覺得可能是車行洗過的 或是說已經處理過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引擎外觀上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 再回到正鏡頭 好 我們看到這個搖壁試蓋電片 我之前常講過嘛 這個BMW這個引擎呢 它如果說四缸或六缸的話 它要導向 導向右側 V型的話 左右兩邊都是往後倒的 所以它今天如果說搖壁試蓋電片漏油的話 一定順勢往下流 流下去的話呢 剛好下面就是排氣氣管 好 那很燙嘛 但你說一點點油脂會一滴兩滴的 其實會聞到煙味 那你如果說大面積的大量的噴灑的話 如果排氣氣管剛好又在這個極高轉高溫的時候 當然就有燒起來的可能性 好 但是呢 你要真的到它已經很大管的油噴出來 也表示車主真的太大意了 或者說修理修理廠人員沒有聽到這個 當有輕微油漬或低油的時候呢 就應該要警覺要處理才怪 但是沒有處理的話呢 最後才可能會造成 造成所謂的這一個油噴出啊 所以像這個搖壁試蓋電片 我不知道這樣大家是不是看得很清楚了 其實越下方顯然越濕嘛 油漬你看越下面它這地方已經越濕了 所以呢我現在車沒有撐起來看 但是我覺得一定下方有些微的 一定有些微的這個機油 這邊看得到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夠看清楚 那地方還是有一些油漬濕濕的 甚至包括這一側 噴油嘴這一側 也有點油漬 但是呢 這個部分其實你真的問我 我不認為這個是去列入它的問題 因為我剛才前面講了 其實BMW車子 漏油 一個週期性的檢查處理漏油 我們認為是蠻常見的事情 那第二個呢 這一個搖壁試蓋電片 其實這個漏的話 就是把它換掉 其實價錢也並不是很高 這是可以處理的 好 那再來的話我覺得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這個 底盤可能看不到什麼啦 但是我們可以注意到就是它這個煞車盤 你看看起來秀石很厲害喔 好 但這個部分呢 就像我當時去你買的530一樣 好 因為日本呢 我們知道雪地嘛 然後灑鹽 那尤其是如果說在販賣前 一段時間沒開的話 這個盤子呢 都會 生鏽的 鏽痕很重 好 那這部分呢 其實我開了兩天喔 我覺得煞車並沒有躲動的現象 那這個部分呢 在你一個經常性的行駛之後 我認為應該也不會有問題啦 好 那引擎蓋的部分 我想應該是OK了 我們去把它蓋起來 好 現在進車內 哇 這可以安靜一點了 我先不急的進來 我先拍一次給大家看好了 好 它這個黑內裝 我把天窗打開來 這四門車是有天窗的 好 當然內裝喔 第一個就是說 原車主對這台車的照顧怎麼樣 第二個呢 就是說 從內裝的這個 使用的痕跡 你可以約莫去判斷說 這台車的使用里程數大概是多少 好 那當然啦 我必須坦承說 這個 車子是從這個車行 拉出來的嘛 所以它是不是有經過一些儲流 並不敢保證啊 那一般這種外匯車 你說美規的 日規的 其實里程數通常商家 不敢跟你做保證 好主要還是自己去判斷 依照你所看到的狀況 好 比如說這按鈕 有沒有很多指甲 摳到的痕跡 有沒有掉漆 那軟漆很會掉的 OK 好 比如說這一個 CIC 你看那個MAP的右邊 那個按鈕 按鈕就有一點點掉漆了 這就使用了痕跡 但是這個椅子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般這個腰靠 一般都會磨得白白的 這一台看起來還好 但是這裡我覺得應該是有用那個 有用那個皮鞋蠟 黑色的把它擦過了 看起來說實在的 其實這個內裝看起來是非常漂亮的 那這個車是經常我們都專門辦日規的 日規的嘛 所以沒有賣 只有公里跟歐規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start and stop 發動的按鍵旁邊也有點掉漆 這都是使用的痕跡 那方向盤的話呢 中間換了一個這個carbon 我覺得很醜啦 要這個車要是我買的話 我一定把它換回原來的 不要這個東西 然後方向盤的皮 其實左側比右邊亮一點點 這個都是使用上的痕跡 都使用上痕跡 那當然月亮或是要破損 那表示這車里程數一定很高 但目前看起來都還OK 都還OK 然後天蓬 天蓬也沒有掉落 也沒有掉落 日本當然啦 日本車其實要掉落很少 因為天氣冷嘛 那後座看起來 這個車應該是沒有人 後面沒什麼載人啦 應該沒什麼載人 好 我進來齁 哇已經破一千個人在看了齁 破一千個人在看了 好 講到這邊呢 講到這邊 好像這台車就 無懈可擊的樣子 好像是這樣 但為什麼我們講好像 好現在發動了齁 有聽到聲音嗎 有聽到聲音嗎 有人說要看加油踏板是吧 OK好 可能很暗齁 好 大家應該有聽到這個 我發動之後這個聲音齁 跟我那一台 有點不一樣齁 等一下最後再跟大家講齁 這台車排氣管是有改過的 好 剛才前面講說 看到這邊這台車似乎 外觀 好我想 板件 我檢查沒有任何問題齁 內裝看起來也在水準以上 好 但是呢 有些地方 這台車我認為是遺憾的 什麼地方呢 來我現在開始講齁 有人說這不是右駕 我現在自拍 所以看起來像右駕齁 我轉正鏡頭就不會了齁 好來我看齁 這台車絕對讓我覺得可惜 地方在哪裡 我要開始講了齁 好轉正鏡頭齁 好來我把眼鏡拿掉齁 大家應該還記得 包括我的E60M5 跟我的E92M3齁 我都有跟各位講過 他的一些關於原廠的一些設定 一些設定 好我們看這台車是 0.9 model的齁 0.8 0.9的齁 算0.9 model 所以這個已經是原廠的 等於是 我們講iDrive 2啦 好就是比較新款的 這個iDrive 我們叫CIC齁 他是新款 如果舊款的話 旁邊沒有這些按鈕 只有一顆圓圓的齁 好 那我們看到 我們回到Menu 好回到Menu 好現在主畫面 好看一下齁 這個收音機這個沒問題嗎 多媒體就是可以播放 這裡頭還是日文歌 我給大家聽聽看 這是日文歌 好我們再回去齁 然後收音機這已經改成台灣的頻率了齁 這也沒有問題 這個應該是車行改好了齁 然後我們回到導航系統 好導航系統呢 顯然現在那個精湛 那個車行齁 還沒有做升級啊 好這個導航的軟體還是日本的 不是小事啦齁 這個幾千塊就可以請他處理 好我們進到 我講我所謂遺憾的地方 在設定 好進到設定了齁 來 我把收音機關掉 來 有看到一個MKEY嘛 好MKEY喔 這個地方進入重點了齁 這台車我覺得可惜的地方 好我要點下去囉 我要點囉 大家仔細看喔 現在一千多人在看喔 很棒 我要Enter囉 好Enter 大家看到他的MP M按鍵設定只有什麼 只有Power和換檔指示燈 只有兩件事情而已 好Power按下去 標準模式 跟什麼 跟跑車模式 好沒了 換檔指示燈呢 就開更關或未改變 你本來是開就開 本來關就關 好我們再回來 好 再回到原来的这个选项 好 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说是可惜的地方呢 其实如果说 你有在关注这个M-Car 或者说之前有看过我在介绍我的车 应该会注意到 包括我的160M5 包括我的192M3 这个地方的M设定 是不是比这一台 现在有这一台的M-Key 选项是不是丰富得多 有没有 大家现在很安静 大家看得太认真的 现在1155个人 太棒了 是不是呢 比这个丰富得多 它的选项很少 它居然呢 只有所谓的跑车模式跟标准模式 那个就是你踩油门的时候 它节气阀开的速度快慢而已 马力也没办法改变 然后呢 它的这个变速箱 变速箱的这个快慢 或者说自手排跟纯自排的模式 也没有办法透过M-Drive呢 先做事先调整 这部分呢 是这台车没有的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那个M-Dynamic Mode 这个也不存在 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我再转正镜头 就是呢 今天像我那个9203 你今天这边按M的时候 你可以设定说 开启防滑系统进入M-DM 就是M-Dynamic Mode 就是半防防滑锁定系统 你今天如果说开M-DM的话呢 你在过弯的时候会甩一点点再介入 但这台车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 它这里 Power键 其实应该就是刚刚讲的M-Key了 为什么 因为方向盘上并没有M这个开关 没有这个开关 没有M这个开关 然后呢 当然它也没有电子避震器 那没有电子避震器 其实我觉得是OK的 因为很多车 这个即使N3 很多车没有选的 可能事后你要改装嘛 但是呢 那再让我遗憾的是它DSC啊 它只有DSC off这个选项 大家看我按下去了 DSC退出动作 好 再来呢 我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就回复DSC有工作 也就是说呢 它的防滑系统 也就是说它的防滑系统 只有开跟关两种 它并没有endynamic mode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会让我觉得 这一台车呢 没有选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要注意到 其实今天在台湾买 一般台湾的这个M-Car 或者说从美国进来的 一般来讲配备都会选 尤其美规的啦 台湾犯的还不一定 一般配备选比较慢 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像都有 但是呢 今天如果说从德国欧洲 或是从日本进口这种外汇的车子的话 其实因为在他们那些地方 买车的时候呢 选项都是一个list 勾勾勾勾勾勾勾 你要什么不要这个 你可以去选项 所以像这一台车的话 显然就在日本当地 当时车主买新车的时候呢 没有选到这个M-Mode的这个设定 所以造成说啦 我常在讲的这种所谓 分段式的防滑系统 或者说一个这个M-Mode 去做包括方向盘颈度的设定 然后排档系统的换挡快慢 或者是纯自排跟自首排的交换 还有电子避震器的软硬度 还有呢刚才讲换挡指示灯的开关 甚至像我160M5的话 它还甚至包括抬头显示器 是不是要在M-Mode的时候启动 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呢 在这一台M-Class上 显然都没有选那个东西 那你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是扣分 我觉得也不尽然 因为其实我的一些 其他在开9203的朋友 这个电子避震器把它淹掉 根本不用电子避震器人 大有人在 大有人在 他们根本不想用那种东西 或者说你今天要升级 避震器的时候 原厂的电子避震器 一定是取消掉的 所以这个部分没有 对有些人来讲可能不在乎 那再来就是说呢 你这个车子的 那个我该讲的 你手自排自首排 反正你也可以透过 透过嘛 好这边去拨嘛 好现在拨给大家看 比如说我拨一下 OK是D嘛 就Drive Mode嘛 就自排模式 我再拨一下 它就变成是 变成这个自首排 你也可以自己拨 只是说它没有一个 M Mode可以一次把这些设定 全部在一个按键 按压器全部开启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对于这个 如果说这个车是要很多人开的 比如说自己开 儿子开 太太开 每个人技术不一样嘛 那这个时候弹性就比较少了一点 因为我常讲啊 今天如果说没有分段式的防滑系统的话 你技术好的 我要强调我好几个朋友 他们开一上车就把那个DSC 是全关的 他根本不开那个东西 但是呢 对大多数人来讲 平常开就要他保护 你又要有点保护又甩一下 要来一下的时候呢 有MDM比较好 所以呢这台车在这个部分呢 显然在选择上 他没有选择那个东西 但其他的在车况上来说呢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OK那现在剩900多人看了 调了一点但也很棒 那其实这个试车的部分 我想我现在讲嘴巴有点干了 我们就就不出去试了 因为其实这个部分 如果说大家对这台车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 那我从昨天开到现在 他包括加速 包括底盘底盘反应 包括变速箱的反应 他引擎的顺畅度 都没有问题 那当然我重彩 我也看后方呢 其实没有冒烟 这个整体机械状况是蛮好的 那我现在就是刚才前面卖的棺子 那这个车还有一个地方很值钱 然后大家去看一下 要出门咯 好 打啦 看到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一般所谓的蝎子管 等一下看这个牌子 好 这一般所谓的蝎子管 好 那给大家看里头 好 现在如果说是原厂排气管的话 这个尾段 左右是做成一体的 是一个摆横向的 那这一种改装的排气管呢 它左右是独立的 各一个桶子 好 左右各一个桶子 然后呢 这一个 鞋子管喔 我们看它做工其实非常的细喔 外面套了一个这个Carbon的 好 做工非常的细 那这一个正版的鞋子管呢 其实要价不菲喔 好 还听一下声音好了 还听一下声音好了 我自己踩喔 好啦 但很阳春啊 因为我一个人在弄啊 所以呢 这个没有办法叫一个人在前面踩喔 然后一个人在后面听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声音喜欢 或不喜欢看个人喜好 像我个人的话 我觉得稍微吵了一点 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鞋子管喔 就算说 你车欠位去拿来卖喔 也可以卖一些钱喔 好 因为这个管做得很漂亮 好 做得很漂亮 好 那这个90N3 90N3 其实我说实在的啦 你有人刚才有问我说 开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喔 其实就这样子通勤使用 然后高速公路 好 稍微这个加速一下 一些转弯的时候 稍微转快一点 你要说 这样子就感觉得到 它的四能跟双门的差异 头顶的这个车顶的 这个所谓的重跟轻的差异 我认为有点唬烂啊 好 我这种的驾驶是试不出来的 你如果说今天真的到山路里面 或者说进大鹏湾 去用个极限驾驶方式来试的话 你所谓四门跟两门的差异 或者说探线车里与否的差异 才有可能试得出来 但是呢 so far 我只能说呢 这一台车是一个车框 车框看起来不错 不错这一台 190N3 只可惜呢 这个对我来讲啦 它那个选配上 那个M drive mode 那个没有选了 有点可惜 但其他的话呢 车框都不错 那今天呢 因为我下午先入黄金线 然后接着四点多 比如说 5点要去明示录挑战新闻 如果有时间的话 哇 风很大了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可能再去山路 稍微小试一下 如果没时间的话呢 可能就这样子咯 好不好 那谢谢大家 有一千多人观赏 很棒咧 大家想看什么 想看车头是 你可能晚点进来的 拍下车头就结束咯 好 再扫一遍 就结束了 绕一圈 它这一个 它这个圈 我觉得看起来 应该是原厂的 那一个 轻量化的圈 去喷黑的 应该是这个样子 虽然说我开起来都没有抖啦 但是我有注意到呢 它 我看哪一轮 有一轮的 这个千片贴的很多 就这一轮 好 左前轮 那千片贴的多了一点 好 那表示呢 轮车可能有点损耗了 但是呢 开起来其实不会抖 OK 那讲到这边咯 大家去吃饭咯 五安咯 拜拜 拜拜